真相拓案了 李铁被有关部门带走原因曝光 网友足坛要起封了 在此后瞬间在网络上闹得脆脆痒痒 要知道他是在培训的时候被突然带来加入世界杯解说阵容 然而现在突然被带走 很多人都想知道他到底是放在担任国足主帅的时候 还兼职担任武汉卓尔的总经理 并且拿着各种歌上席出来之后引起了广大球迷的热议 虽然有相关人士表示 李铁这次被带走的地 那就是对于中国足坛的乱想进行整治 接下来霍江掀起来一阵风暴 12日晚间 带走时正在接受培训 此时无疑是在原本平静的中国足坛 投下一枚重磅过平台的世界杯解说嘉宾 知情人士透露道 李铁现在应该已经无视 等球球一突然透露 前国足主帅李铁被带走 他表示 多个消息员确认你只不过尴尬的是 昨天刚刚官宣加入世界杯解说天团 如果不能在世界杯开始表示 据悉 被带走前 李铁正在参加足协举办的职业级教练培训线下会 北京时间11月12日 据爆料前国足主帅李铁被相关部门带走 隐盘的反腐话题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开启后 各方面的反影响 联赛升降级被暂时取消 出现了假逼无数事件 一时 江苏顺天 四川绵羊太极被严厉处罚 另外裁判龚建平也被相关部门判刑不到两年就去世 随后被大众遗忘 当然中国足坛最大的资解 最终在2012年年初 各方面的人员收到了严厉的处罚 难以 十年已经过去 如今的中国足坛是否还会掀起一番风波呢 不得而知 网络上有自媒体爆出猛料称 国足前主帅李铁被有关部门带走调查 他被炸弹 记者通过知情人了解到 此时并非空学来风 李铁刚刚官宣成为 看他解说吧 今天晚上被认证为体育嗨翻天节目主持人的微博号李铁康 也确实出了点情况 不过 从之前的情况看 被带走也不一定就会坐实 只前回来 他这个事就等于公开了 这件事情出来之后